Odia Jungle 他的这次战俘经历,可以说是更加狼狈,也被很多法国人公认为是最耻辱的一段历史,导致他沦为战俘的那次战斗,是色当战役,也被称为色当惨败。 那是普奥战争结束后,普鲁士日渐强大,铁血在向比斯迈上台后,下定决心要统一除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的国家,但是,要实现德意志的最后统一谈何容易,尤其是位于法国周围的四个小邦国。 比斯迈知道,法国早就有吞并他们的野心,但对于比斯迈这个强势的人来说,他又怎么会退缩呢?他早就等得心痒痒了,希望找个借口与法国打一仗。 当时的法国,处在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统治之下,史称拿破仑三世,他和他的叔叔拿破仑一样,也是个野心家和冒险家,他狂妄至极,总希望通过战争称霸欧洲。 他的皇后欧仁妮甚至公开说,不发动战争,我们的儿子怎么当皇帝,他当然不希望德意志统一,甚至希望他越分裂越好,因为这样法国才可以从中于力。 就这样,两个富有野心的对手恰好遇到了,战斗在所难免。 普,法双方各怀鬼胎,都在寻找挑起战争的契机,最终还是让法国抢了先。 普奥战争刚结束,拿破仑三世就派人要求普,鲁氏兑现战前许下的诺言,即同意法国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,还提到了那四个小邦国的领土划分问题。 这简直就是要从普鲁氏身上割肉,比斯迈是什么人,他当然不会同意,矛盾进一步尖锐化,但法国并未立刻动武,接踵而至的西班牙王伟继承人问题,终于成了战争的导火索。 原来,西班牙女王伊沙贝拉,被1868年的西班牙革命推翻后,一直流亡国外,王位这个肥缺就空闲了下来,比斯迈看到有利可图,派人收买了新成立的西班牙临时政府,提议让普鲁氏国王威廉的堂兄去继承西班牙王位。 倘若普鲁氏的亲王做了西班牙的国王,那么打起仗来,普鲁氏前后央击,法国就会父辈受敌,拿破仑三世也不傻,他立即抗议,说西班牙王位应由西班牙人去做,否则法国也可派去一个国王,正在双方见巴鲁章时,这位亲王自己放弃了候选人资格,因为他不想为此引发一场战争, 但拿破仑三世看到事情这么容易摆平,认为普鲁氏怕他,所以得寸进尺,要求普鲁氏做出书面保证,今后绝不再派任何普鲁氏国王家庭的人去任西班牙国王,比斯迈本来就很不爽,如果不是法国多士,普鲁氏的亲王已经成为西班牙国王了。 于是,在得知法国进一步的要求后,他终于爆发了,在思索良久后,他突然抬起头来问身旁的参谋总长毛奇和陆军总长房龙, 如果与法国开战,我们的胜算有多大?这两个人也是崇尚强权的人,早就等待着一场战争,听到领导比斯迈有打仗的想法,心里那个激动, 于是立即回答,一定取胜,我们会全力支持你,比斯迈起行干涉,为了将战争的责任推到法国身上,他没有立即对法国动武,而是用了一个小计谋,发表了一个故意激怒拿破仑三世的电文,这份电文措辞十分无礼,几乎引起所有法国民众的气氛,拿破仑三世更是火冒三仗,认为普鲁氏是在让自己出丑, 就这样,1870年年7月19日,法国宣布对普鲁氏开战,对于这次战斗,拿破仑三世抱有必胜的准备,甚至大言不惭地说,我们这只不过是到普鲁氏做一次军事散步,只可惜,拿破仑三世虽然有他叔叔拿破仑那样的雄心和勇气, 却没有那样的才能,应该说,从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,法国是有明显优势的,当时法国已经经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,在武器上是比较先进的, 而德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,装配自然比法国落后得多,所以也难怪拿破仑三世会如此自信, 但战争的结果,却出乎全世界的意料,拿破仑三世把号称40万的大军调到前线,准备先发制人, 一举功儒得以致敬内,他自封司令,于7月28日到前线视察,结果他惊奇地发现,军队的实际数目只有20万,而且装备不齐,物资不足,编制混乱,很多官兵还未找到自己所属的部队,简直乱成一锅粥,干事只好等待,就这样,法军坐师良机,普军却赢得了时间,战争的结果让全世界为之震惊, 欧洲大陆上,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强国法国,败得如此之惨,拿破仑三世看到情况不妙,立即将率业转交他人,自己坐上马车逃跑,8月14日,整个军队完全陷入了普军的包围之中,没有反抗之力,拿破仑三世看见大事不妙,只好继续逃跑,到8月30日,法军不得不退守色当,9月1日,色当会战开始了, 不到一天的时间,法军就支撑不住了,在色当城楼举起了白旗投降,厚颜无耻的拿破仑三世在投降书写道,我亲爱的兄弟,因为我未能死在战场上,所以我只能把自己的配件献给陛下,我希望继续做你的好兄弟,拿破仑 就这样,9月2日,拿破仑三世,会见德国首相傅斯迈,正式签署了投降书,包括拿破仑三世本人在内的39名将军,10万名士兵全部成了俘虏 9月3日,拿破仑三世向巴黎发电,我们失败了,全体官兵和我本人都已成为俘虏 在这场战役中,法国是绝对的惨败,法军损失12.4万人,而普郡只损失了9000多人,消息传到法国,舆论哗然,法国资产阶级趁机发动政变,将拿破仑三世赶下台,推翻了帝制 1871年,拿破仑三世被释放,他被迫流亡英国,并与妻子,儿子会,和,两年后,他在英国肯特郡的齐泽尔斯特病死,享年65岁